两个SOP做完之后 当然也一样可以把它变两个按钮 两个按钮最简单的方法 一样是插入按钮 插入按钮然后把它拖拉一下 还有两个 一个是刮胡自串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直接怎么样 把那个名称贴上来 这样就OK 第一个 第二个是清除 清除的话当然 以前的做法 以前的做法是直接再插入一个按钮 然后再做一次 不过如果你在插入一个按钮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很难刚好 这个按钮大小跟第一次的 拉的刚好一模一样 其实是可以把它对起 不过我就要为一个方法 如果说假设你要按钮一模一样大 我这个个人习惯这样 我直接拿这个复制 然后直接在底下贴上 那你想说一样嘛 没关系你下面这个要改成清 清除就可以 要怎么改 按右键 重新指定 这个锯齐名称 有没有 锯齐就指定清除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把它复制贴过来 然后按钮就一样大 所以你不会不需要说再拉一个 就变两个不一样大 它看起来就不太舒服 尤其是有些同学 就是很喜欢整整齐齐的 它其实说真的 也看不出来 但是就会觉得怪怪的 OK 那你就用复制贴 然后按右键 重新指定 然后按右键 重新再把名称改掉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我们基本上就完成 这两个按钮 所以按下清除 这个就没有了 按下这个就出现了 里面的话 理论上就是这些公式 OK 好 那不过 我刚刚讲到了 如果你出出公式的话 有一些 有这两个缺点 第一个就是 资料太庞大了 尤其你资料越多 存档越大 第二个直接效率 相对有时候可能比较差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必须改一下 这不是输出公式 而是输出最后的结果 可是要怎么做 这里面的话 你可能要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改在VBA里面做的话 那因为ESALE里面用了这三个函数 也就是说 如果你改在VBA的话 你必须想 到底VBA里面 有哪些函数或方法 可以取代这三个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自己写的话 该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一样开启VIO BASC 然后二的话 我要再加一个SUB 名称叫刮胡四串 所以先拿这边复制 把它贴上 然后后面就没有底线 Enter 好 这样子 就有一个头尾 OK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实在不会写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先写B3这个储存格 好吗 那我先清楚资料 如果我要试试看 那我试的话 前面有讲过了 也许我们先从B3开始试 B3这个储存格 有没有 那首先的话 我们遇到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 我先输出 看函数呢 在VBA里面 用哪一个取代 其实跟各位讲 你可以用 寻找函数的话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 VBA里面有哪些函数的话 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打VBA点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 你打VBA点 它就会帮你把VBA里面所有的函数都列出来 那其中后来找一下 它里面没有Find 所以你打F F好像就没有Find这个函数 但是它有另外一个 叫InSt In3 这有点像 也是类似寻找函数 那只是说 它的差别 跟Find函数最大的不一样是 Find也是两个参数 一个是 先放前刮符 那个是去哪边找 刚好因为因为业得 因为对 那然后再给后刮符 两个巡 Problem 其次的话 可能有同学会说 老师我想要知道 E3里面的用法相关说明 需要去哪边找 其实跟各位讲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不用去找其他书籍 或者Google 其实很简单 你记得把游标放在这上面之后 记得按一个F1 F1的话 其实就是呼叫什么 呼叫它官方的说明网页出现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的话 它就会跟你讲说 E3里面 它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然后它语法要怎么传 然后怎么设定 传为什么东西 触解什么 然后判例是什么 然后相关的 其实如果想要参阅更多 你会发现这边还有其他函数 这第一个 不过我跟各位讲 它这个说明 写的应该看得出来 非常非常的 应该是非常的烂 因为里面所有的文字 刚才每个字你都看得懂 但是全部串在一起 你感觉好像这是外星文 为什么 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从 应该是一番中直接翻 而且没什么做修正 那不过 目前也许你大概知道 有这个资源 其他的话 如果你想要知道 VBA的其他函数的话 你可以找一下 它旁边这边有其他 或者你按一下函数 按哪里 按这边也可以 按这边也可以 它就帮你把它列出来 底下每一个都有说明 我以前的学习方法 就是说我每个都会点进去看 然后才会做个功课 然后才会分类一下 我是要知道说 VBA有哪些函数 我可以拿来用的 至少我可以掌握VBA里面 大部分函数的使用方法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它这个翻译 翻得非常非常的不同意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个函数 然后这边又叫函数 这边又叫函数 那跟各位讲 其实函数跟函数 是同样的东西 就是方选 但它很奇怪 从一个地方翻两种不同的东西 所以不管 反正你不管看到函数或函数 一律 也许你不然就把它 记成函数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刚刚如果你要查询的话 记得在音随上放按F1 它就跳出来 其他至于 细部的东西 假如说你想要更多了解的话 这边有很多 然后本文是针对 它没有讲到 你对于语言品质 满意度不同 你让我知道 我真的很想说 现在翻得太烂了 一颗虚 非常不满意 因为像这个翻译 30年前翻得这么烂 30年后还是这么烂 而且卖得非常好 OBIS 它行销全世界 翻这么烂 还可以赚这么多钱 这是我没办法了解的 OK 可能大家都需要它 所以它翻得太烂了 还是只能买单 OK 所以里面的话 其实应该做一些修正 只是说都没有人去修正它 OK 那这来的话呢 如果我知道可以这样找 所以我就钱刮服 找什么呢 跟Fy 刚好边找 去哪边找 去A13里面找 A13是如果用Sales来表示的话 就Sales先列 在栏找这样A3 然后找什么呢 去找钱刮服 跟他讲说 我找钱刮服 OK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会帮我找到 返还结果 就跟我讲说 1 2 3 所以结果会是这样 我们可以在前面增加一个变数 假设我增加一个A A等于 那特别是有这个A 是我自己取的名称 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 找到的那个位置 E3的话 它的法环是3 1 2 3 那帮我把3 存在A里面 所以A的话是一个变数 OK 那这个名称不一定叫A 你叫其他叫X叫Y 都可以 那一样把这一行 再负词C 接下 因为我除了找钱刮服之外 我还要再找后刮服 所以我可以把它贴之后 把它改成B 然后把找的东西 直接改成后刮服 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说 前刮服的位置放在A 后刮服的位置放在B 那如果我要把它结果 产生之后丢到B3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写 先把B3先写在前面 我要把B3 这个储存格 我把它写 等于什么呢 我跟他讲说 你问我切割 那切割的话 VBA一样 MID 而且用法跟 是有一模一样 这个的话呢 是 两者是一样的 那MID切割 他会问你说 你要切割什么 我要切割A3里面的资料 所以一样 跟他讲说 你帮我切割A3里面的资料 然后他问你第一个问题 OK 第二个问题呢 从哪个字开始 有没有 START 哪个字开始 其实是前刮V加1 所以前刮V 我们已经知道 放在A里面 所以A加1就可以了 前刮V的位置 下一个字 做点 LAX的话 要几个字 其实这个用法 跟Excel一模一样 几个字 后刮V的位置 剪掉前刮V的位置 再-1 这个应该还有印象 OK 后刮V一下 好 那这样我们就OK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我把它清掉一下 清除一下 那输出的话 理论上 这个做完应该 什么 他就会得到什么 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会出现第三届冠军 有没有 而且 你把游标放上去 这个放进来 你可以看到 他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他跟输出公式完完全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是得到最后的结果 不是像刚刚是输出公式 所以 显然 用这个方法 他的档案绝对不会膨胀 而且执行效率 相对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OK 所以 那这里的话 我们带比较新的部分 是第一个 用到VBA.in3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跟FINE 基本上是蛮类似的 差别是说 在函数的位置颠倒一下 先去哪边找 找什么 那找完之后 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在前面增加两个变数 暂时存放A跟B 可能会同意说 老师 那如果我不要这两个变数 可不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 如果我不要 就是你变成说 如果你不要A跟B的话 那你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复制贴到这里 有没有 然后这个贴到这里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一串 把它复制 贴到 贴到B的位置 所以如果假设 你不要A跟B的话 一行就可以 但是问题怎么样 它会变成 哇 像是 哪一次比较好阅读 应该刚刚比较好阅读 OK好 所以啊 那你说这两种方法哪个好 其实两种方法都有人写 有些工程师喜欢 先把资料放在变数 再放过来 那有的工程师想说 我一行搞定 我不要写三号 也有人写成这样 OK 只是这我觉得我不太喜欢 为什么 阅读性太差了 光看到这些你就头晕了 OK 我是建议你写成这样子 然后呢 用A跟B去带这样的资料 那背后呢 就会相对 比较容易阅读 OK 所以程式有的时候 你说为了要 让程式简短 但是不易阅读 我觉得这样好像 牺牲太大了 所以哦 程式有的时候 易于阅读 好像又会 比那个什么 程式的行数还来 我觉得来的重要 OK 所以这个部分 试一下 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假设我今天 要贴割 A3的资料 到B3 就好了 但问题好像还没结束 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我要全部的话 然后怎么做 OK 这个 单位再看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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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